这个婴儿也太惨了 就因为出生时没有哭 护士便举起手术刀狠狠扎在了他身上 遇害的远不止这一个婴儿 护士就像是着了魔 会捂着手术刀一下右一下 家长们急得疯狂砸门 可护士已经在眨眼间 杀掉了育婴势力的11个婴儿 等到门终于被打开 护士却在众目回馈之下自杀了 警方很快到达现场 其中一位警员大壮 抱着一张婴儿床哭得撕心裂肺 这是他刚出生的儿子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抱一抱他 大壮的丧子之痛还未平息 妻子也因受不了打击离世了 凶手已经自杀 丝毫没给警方破案的机会 因为他们连作案动机都找不到 转眼五年过去 一个九岁的男孩持枪翻进幼儿园 当场杀害了所有的孩子和老师 然后坐在墙边引淡自尽 这一切跟五年前何其相似 而这次的案件像是一个信号 接下来诡异的事情持续发生 在一家游泳馆里 孩子们正在进行游泳训练 突然一位清洁工大妈浑身缠满高压线 面色诡异的走向泳池 教练觉得奇怪 想上前阻拦 却被止血电子 接着大妈握紧高压线 毫不犹豫的跳进泳池 跟孩子们同归于尽了 其实不难看出 每一次的凶手都像被什么控制了 而且目标都是孩子 但幕后黑手的目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案件诡异 上级派出了超自然专家来帮忙 专家出马立即有了收获 经过特殊灯光照射 在幼儿园的天花板上 发现大量手掌印 然而这也只能证明 幕后凶手是非人类 案件再度陷入僵局 这是一位受害者的母亲 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昨天有个神父曾经提醒他 让他不要送孩子去游泳 但他完全没放在心上 结果他的孩子也遇害了 看来这个神父肯定知道些什么 警方开始全力寻找神父 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了消息 神父在以下商场门口 掳走了一对母子 注意看这个男人 他身后的背包里全是炸药 他走进商场 按下了遥控器 这是一个星期内的第三场 自杀式袭击 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过统计 这次死伤最多的还是孩子 一位幸存者告诉大壮 爆炸发生前 一位神父解走了一个孩子 神父是儿童教会的 除此之外 他们还得到一个线索 就是被神父解走的那个孩子 这个孩子曾出现在前几次的案发现场 每一次他都幸运的躲过了危机 而且神父也都出现过 大壮带着专家赶到了儿童教会 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似乎很久没人来过了 墙上还残留着一些古怪的符咒 突然一阵诡异的声音传来 身后的婴儿床动了一下 撞开了一扇门 大壮和专家推门而入 里面弥漫着一股腐臭味 而臭味的来源 竟然是一具破败的耶稣雕像 大壮正想上前查看 雕像却突然动了 两人被吓了一大跳 这时雕像竟然开口说话了 他告诉大壮 只要帮他杀掉神父和那个孩子 他就能复活大壮死去的妻子和孩子 专家看出这具雕像不对劲 刚想劝大壮别心 而大壮却已经看见了抱着孩子的妻子 看着墙堡中的孩子 大壮哪里还有理智去思考 五年来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妻儿 他们没注意到 身后的雕像挣度了束缚 幸好专家反应迅速连开树枪 将雕像打了个粉碎 此时大壮怀里的婴儿已经变成一堆腐肉 再度失去儿子 让大壮悲愈欲绝 他把气全撒在了专家身上 眼看专家快被打死 神父及时出现 点晕了他 等大壮醒来 终于从神父口中得知了真相 原来几次大难不死的那个孩子 是耶稣的转世 恶魔为了阻止耶稣转世长大 制造了一期寝命案 那个突然发疯的护士 袭击幼儿园的九岁男孩 还有清洁工大妈和背包男 都是被恶魔操控的 耶稣转世之所以每次都能躲过 是因为神父在暗中相助 现在的耶稣转世还很弱巧 众人打算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可走着走着 大壮突然行为怪异起来 果然他已经被恶魔附身了 神父拿出十字架抵挡 但小小的十字架作用很微弱 很快便压制不住了 神父让众人把大壮绑在十字架上 在房间里画满符咒 然后把他的双手定住 开始进行驱魔仪式 可惜恶魔法力强大 竟然控制十字架飘了起来 挣脱束缚的大壮 一把掐住男孩母亲的脖子 眼看母亲要一命呜呼 双手沾满鲜血的神父走了过来 他把手按在大壮的脑门上 嘴里念着咒语 身上的符文闪烁 神父将大壮体内的恶魔 吸入了自己的身体里 恶魔不甘心被压制 拼命想要反噬 神父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久 他开始燃烧自己的生命 用毕身的修为和灵魂化地为牢 将恶魔封印在巨石中 做完这一切 神父也弃绝而亡 恢复理智的大智 继承了神父的遗志 带着男孩母子 去了一座安全的城市 他将一直保护着男孩长大 带着男孩长大 带着男孩